信心 堅持自由開放的方向 我們一定可以讓台灣更為亮麗 然而 過去十幾年來的實際經驗 卻讓這個前景浮現了重重的隱憂 由於政治上的對立 導致社會人心的分歧 也影響到了經濟發展的風調 我們耗費了太多的時間跟精力 在處理政治衝突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在朝野之間 建立起一個理性良性的互動方式 政治的對立 延伸到社會經濟等各層面的結果 就讓台灣的理據力逐漸的減弱 而經濟發展的機會 則是一點一滴的流失 這種景象 讓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人憂心不已 包括本人在內 我們所看到的挑戰 出現在好幾個面向 於是